最近入秋,我們在家製造一個非常好吃 很重酒味的一個叫做火焰蟹煲 做法簡單之餘 今次用陳川粉塑上所有的精華 比腸粉更加好吃 我們開始之前都來個小廣告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們今次出去吃飯之前 我們先來個Amax美國運通的小分享 今次所有合格價格的觀眾 都會得到價值高達8000元的營身優惠 當中包括不熟不食 是觀眾限時送多的3000元City Super禮券 價值高達2000元的環球餐行禮遇 迎身獎賞60萬分的美國運通積分 和1000元的簽賬回贈 相信大家很多時候吃fine dining 或者是我媽的卡式這些高級食庫 都會賺錢的 我們今次介紹這一張Amax的白金卡 俗稱細頭 你看多高貴 金屬面多有份量和手感 非常適合出街吃飯的觀眾 而且指定的餐廳更加可以有半價的折扣優惠 我們特別解釋一下我們剛剛提到的2000元的環球餐 例如有1000元可以在本地的指定30間餐廳使用 而另外那1000元可以在全球超過1400間餐廳使用 而且是每年計 現在出卡2022年用到2000元 2023年再吃多2000元 很划算的 但是記得要打電話去AE登記才能用到 詳情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連結 其實這張白金卡除了是飲飲食食之外 亦都包含了很多旅遊相關的優惠的 現在很多地方都開始開關 很多網友都可能開始計劃去旅行的 是不是 而這張卡可以無限次使用全球超過1400間的機場貴賓室 而且還可以即時成為世界著名酒店品牌 Hilton、Meritt Bonvoy和這個Ratissons Rewards的金會籍 經Amax的豪華酒店及度假村計劃簿還有其他的例如 去旅行的保險很重要的 那這張白金卡是包含你和家人高達400萬的旅遊意外保障 亦都包含是100萬的醫療保障 迎身加獎相加上將卡給你一個好處 都遮蓋到將卡7,800元的年費有得 快點申請 好了 不說了 詳細資料可以留意內民 我現在出去煮東西吃 稍後說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是Alpha 今集是一個很簡單的中式食物 其實每一集都是簡單的 今次在家製作火焰蟹 大家要留意 假如大家買不到花蟹 記得要用薄殼的蟹 即是如果你用肉蟹 那個時間會不同一點 所以最好是花蟹 或者是藍蟹 即薄殼的就OK的 我們今次除了用花蟹之外 我們是會用這個叫做黃聖籽 就令到那個口感上有一點不同 令到它可以吸收多些汁 令到汁可以有更加鮮甜的味道 我們今次這個風味主要是來自海鮮本身的水份 即是說你不會特別是給雞湯 給很多水是不會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今集的材料是非常非常簡單 當然大家假如是不想用聖籽的 你可以轉做粉絲 可以轉做花膠 可以轉海參 任何索味的口感上面是豐富的 就可以了 眼前有些薑 蒜 莎莫 今次簡單 全部拍開就可以 然後這個有芫荽 蔥就用來起鍋用的 接著兩隻花蟹 今次我們這個是黃聖籽 就是比較… 最近街市就見到不太貴 128元一斤 蟹生勾勾就很難處理 所以我們是要少許花雕去聚勻 你想省花雕 又不想將那個味道去開到淡了 其實就可以拿針筒出來 就在它嘴巴的位置就塞進去聚勻 留意回我們在嘴巴這個位置就插針筒進去 隨便一邊就可以了 然後就灌一些花雕進去 每隻蟹就灌一個針筒 這些其實哪裡要買呢 藥房買到的 OK 好了 放在一邊 這隻也一樣做法 灌一些花雕進去 好 讓它自己聚一下 有剩下就可以淋進去 好 放在一邊 買回來的時候 街市的老闆就說 不用吐沙的 但是無論如何 吐沙這一步我們是無法節省的 我們將適量鹽 灑到黃杏紙上面 先炒一炒 好了 給水 OK 先放在一邊 很簡單 我們的蒜 就是不斷拍一拍就可以了 全部都是這樣做法 拍開它 讓它容易出味 千萬不要切得太細 你切得太細 它很容易煮焦 所以就不斷拍開 讓它出味就可以了 好了 然後這個乾蔥頭就可以開一半 薑也是 拍一拍 好了 下一步就可以先調整汁水 其實這個汁水就是鮮味的來源其中一個 我們大約是一個湯匙的蠔油 生抽 同等份量 一個湯匙 糖 四分一個茶匙 辣椒油 潮式那種 那我就用大約是半個湯匙 好了 給它一點點水 50毫升左右 攪拌它先 好了 蔥就切蔥段 這樣就大大滷就行了 好了 先切開 先切一下 青蔥還青蔥 蔥白還蔥白 這樣就把根的部分切走 然後這個位置略拍 芫荽根的部分就切走它 沒辦法 怕它會骯髒 框就可以跟我們的料頭一起放 切開兩段 剁給刀 OK 放在一邊備用 好 下一步就檢查一些性子 套大約15分鐘 這樣就拿出來 它還沒死 它還動的 你可以見到水就有點逐 然後有沒有沙呢 當然有 好 用這個盆子 給它冰 給它一點水 這個沙肌 好了 然後準備一盆滾水 所以我們把滾水淋在性子上面 先敷一下 冷靜一下 這步是令它容易脫殼 而且令它不要煮熟 我們是要脫殼而已 如果你不想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用滾水去燙的 但是滾水去燙好像很煩 淋上去 樣子不細小 很簡單 接著就用把刀在性子的兩邊 那邊就開下去 然後就拿一塊肉出來 這些性子 這些尺寸 通常就不會有人去內藏 你喜歡可以逐隻去的 但是通常這些就不會 就好像有些多頭性的樣子 都是整隻下去吃 還餓的 還要餓的沙 OK 這個時候就可以攪拌一些蟹 擦一擦它的那些縫位 令它乾淨一點 否則始終是衛生一點好一點 先撿上鹽去 就將蟹蓋撿出來 嘴巴的位置都清一下下面的蟹位 這些東西不要以為 嚇得很多膏 OK 蟹塞就可以刮出來 好 嘴巴的蟹心出來 在蟹的位置 就撿出來 很涼的 開一半 兩隻就這樣做吧 好 這個時候弄一隻鑊 那就用中火燒熱它 剛才我們那些聖子的步驟 留意是可以早些做靈的 OK 你看到它出煙的時候 就可以收回中小火 放些油 把多餘的就放在其他地方 好 我們先爆香我們的料頭 沒那麼大火 小火都可以 鍋夠熱的 好 我先把它弄一弄一點味 好了 聖子進去 我們的蟹 玫瑰露 薄邊倒進去 好 等於燒一燒 這個時候水分會釋放出來 我們將玫瑰露的味道煮一煮 好 三十多秒之後 你看到它的貨關掉了 就可以將一個鍋放在旁邊 好 開大火 將鍋放過去 好了 先砌一下 先把它放上去 其實現在有很香的玫瑰露味 蔥段 蟹蓋倒轉放 然後加入汁水 蓋蓋 收回中火小火 我們煮三分鐘 關火焗兩分鐘 回來再說 其實做到這一步就沒什麼做了 我們揭開蓋之後 就可以將蟹蓋翻下去 然後給少許芫茜 做法是不是很簡單 一家人為著熱鍋去吃東西 其實是非常適合入秋或者冬天的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的都希望大家要讚好分享 訂閱追蹤Instagram或者Facebook 我們在不熟不食 有機會我們再分享一些 類似簡單又夜味的食譜 我就不客氣了 要開餐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兒竹子 的